大家好 今天是十月十二星期五 股市是有一点点的反复 其实也很正常 等一下再跟大家说 我们先看看那个指数 照顿恒整指数先高开275点到25522点 曾经一度在清津的高间25527点 可是没有办法再进一步推进了 因为股市从这个星期三的低位 24481点开始的上升 到今早的高位25527点 三天之内恒整指数 累质的升幅有1046点 有一点点的高台的消化 其实很正常的 好了我们再看一看 今天高开到25522点 等于说在这些分钟指数是进一步往上突破20天线 20天线现在大概在25436点 好了要是指数能够稳守在1050 在进一步突破20天线 等于说总的走势应该可以趁这个机位 往上挑剑这个月二号的高位25639点 可是在高台买盘真的是有点不太足够 而且短线的那个回调的压力也比较多 所以变成来说股市今天的一个反复指数 曾经一度是倒跌37点到25210点 在几分钟是轻轻的跌圈了50天线 可是没有什么大问题 因为恒指大部分时间都是在25300多点左右水平 那等于说直到现在几分钟大概下午3点左右吧 指数还是能够稳守在10跟50天线以上 当然等一下会不会在进一步往上推破20天线 我们还是要看一看 从整体的走势来看 11月份暂时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时间 因为直到目前为止 这个月还是一个先高后低 指数暂时来说还是从2号的高位25639点 回调到8号的低位24481点 好了 基因指数现在已经一步一步的反弹到25300点左右 我们可以感觉到由于指数是距离这个月的低位是比较远 反而距离这个月的高位是比较近 所以主要的难筹才轻轻的做好 指数真的是有机会往上攻破这个2号的高位 从走势方面来看 要是指数能够突破2号的高位25639点 等于说11月份的股市将会变为一个先低后高 那这个就比较关键了 因为10月份是一个先低后高 要是10月份能够维持一个先低后高的走势的话 等于说股市在今年第四个季度 应该有机会在进一步往下推的 再看一看 接近年底了 我想一大部分的资金经理都稍微做好一点点 目的当然是希望把自己的投资方面表现稍微做好一点点 毕竟今年恒正指数持续2月18号的高位3183点 一直回调到10月5号的低位23681点 今年以内指数已经回调7502点 既然是反弹 资金经理当然希望股市能够反弹多一点点 那到年底之前Mark to market 资金的投资方面表现虽然说还是不太理想 那最低限度表现也不会太差 所以这个月在未来一个星期指数能不能够攻破25639点 就是这个2号的高位这个很重要 我们稍微看一看 下午分析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午分析就说到这里